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树木技術人 今天呢,我們要介紹的是大葉桃花心木 大葉桃花心木,它是立眼科的樹 那它的原產地呢,在中明中 那我們來看看特徵,它的樹皮是淡褐色 那有點剝皮或是種葉的現象 那它是長綠的大橇木 長綠呢,是一年四季,它不會大量的掉葉 長綠是,它有一定的主幹 而且它的高度呢,也會在三公尺以上 三公尺以上 那可是它的冬季,或是早春的時候會有半落葉的現象 呃,也是會掉葉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葉的特徵 它是一回語中 偶樹副葉 偶樹呢,就是 它的葉子數起來是偶樹的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呢,是偶樹的 所以它是一回語中副葉 那它的葉餅,是蓬大 葉餅蓬大 那它的葉是護生的 葉護生 可是小葉呢,是對生 可是有時候小葉呢 會護生,可是大多是以對生為主 那它的葉形呢,是長 長綠圓狀的 脾正性 那它的葉全圓 葉表呢,光滑有亮 然後摸起來會有點紫質 或是柏格質的感覺 那它的葉跡是歪斜的 沒有整正 沒有整正 它葉跡是歪斜的 那 它的 物材也很好 呃,多用於 為家具的 物材 那也可以作為行道樹 或是 梅花樹種 為主 我的樹木解說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